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依然是和后普中文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讲到这个天年 话说呢刚才说到这个三十岁 股脏大定 肌肉坚固 血脉胜满 故号布 什么叫布 布肯定就是比那个区再慢一点点 就慢了 就夺布嘛 夺布 盛世闲听信布 对 是吧 安布当鞠 安布当车 对 这个走布也有讲究 对 大布 我们说阔布 还有什么小碎布 对吧 走的不一样 布肯不一样 节奏就不一样 对 对吧 布肯是个律 走的有多快 是那个心律 是那个帅领的帅 其实它调的也是个节奏 所以我看到真正在 就是公园里练功的人 他练了一个呼吸 吐纳 他配合走步 吸吸呼 一边迈步一边走 一边迈步一边走 而且人在散步的时候 特别好 心思特别集中 对 特别放松 对 所以这个步呢 你看我们从跑 就那个走 到区 然后到步 好像是我们速度下来了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发达了 什么东西发达了呢 心智 哦 气往上走了 不再下了 哎 是吧 这个气往上走 没错 所以很多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 都在散步的时候 据说是吧 故号步 好步 我现在说这个步呢 尤其告诉大家一个要注意的事情 前学当中就是这些养生啊 什么各种节目都泛滥 各说各话 其中有人就提出的说法 叫有大步走 就告诉什么 老年人 七八十岁人 说你们要想让自己心脏强健吗 就大步走 结果你知道我的好多病人 练出什么问题了 心慌心跳睡不着觉 老年人应该慢慢走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步是多大岁数人走的 三十岁嘛 对吧 对 三十岁可以快步走 可以这个大步伏的走 对 到了以后 您就什么 夺步了 是吧 夺步 慢慢走 散散步 不要加大步伏 也不要加大自己那个走路那个频率 是吧 看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看自己是什么人 做什么样的运动 所以很多人就盲目 对 所以这个步 我们说三十多岁 言外之意是吧 三十多岁人就不要去 跑了 跑了 可是我看到就是七零后这些人 一说哎呀 老做办公室我要去锻炼 干嘛去 打羽毛球的 打平旁球的 然后上跑步机的 一天说 哎呀 这我冬天 慢慢那么冷 我得锻炼 其实嘛 冬天就应该猫着嘛 猫着嘛 对 待在太阳就行 很多人认为就是什么 我要运动 我说你们都在动 不在运 对 是这样 所以这个号步 看一下 三十多岁的人 所以还有一些人呢 住在房间里 经常是冬天冬至的时候 早上在那个长安街上跑 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吸点汽车尾气 对 人肉吸尘气 人肉吸尘气 对 顾号步 四十岁 五藏六府 十二经脉 皆大胜以平定 臭理 此书 从四十岁以后 人就开始盛极而衰 前面这些话 不用说了 五藏六府 十二经脉 大胜以平定 这是说 他达到了一个极点 但是从这以后呢 高原平台期 就下坡路了 下坡路的表现 第一个 什么呀 就是臭理 臭理我们讲过 对 就是 皮肤的纹理和细胞和细胞间 那个肉眼看不到那个间隙 对 就是说 人在身体好气足的时候 对 他这些特别紧密的 就好像是一个皮球充满了气 对 是吧 他上面不会有任何皱纹 对 到四十岁以后呢 臭理就开始疏松了 这人表现什么 女性表现 我的眼角出现鱼尾纹了 或者说 我的皮肤呢 就看见了毛孔 我们变得粗大了 还有人表现就是什么 容易感冒了 那又松了吗 哎 肉松了 就是外部这个肉体的防线 和那个气的防线 就退化了 以前说 穿着单薄点出去没事 现在稍微单薄点不注意 就感冒了 所以这个 臭理疏松了 开个玩笑话 这个阶段就不要吃肉松了 肉本来就松了 他来子 就是说